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眼镜可以改善视力 令前面的东西看得那么清楚 今天我们用来回望过去 上世纪40年代 本港眼镜行业兴起 有人自学手做眼镜 做时光师 旧式眼镜店和现在的差不多 有验眼设备 不同的镜框被人选择 不过选到眼镜框和合色度数的镜片 由验眼到即时做好眼镜 只需要一个多钟 看起来简单 那就很考手工 选到合色镜片之后画上记号 徒手把镜片剪到合色的形状 再打望一下 再上螺丝就完成了 给送到工厂拜得多 眼镜是贴身工具 烂了就不方便 爸爸说维修一副眼镜 只需要几个字 很多客人 会拿他们烂了眼镜来维修 江湖够急 立即可以用回 虽然科技没有现在这么先进 工具和仪器都不差 例如像这部打磨机 这个是最早期的 有棉花 那边上面滴水 这块石有个摩打 上面那部同样是打磨机 但就先进一点 这个是赤光机 即是量度数的 这副眼镜是视镜片用的 之后变成这样的样子 不同的眼镜仪器慢慢缩入 这款新的眼镜表 后来才用上 科技日新月异 舊的仪器 现在只用来留念 不要用了 现在不用这些 告诉后背来听 以前是这样的 但年轻人知道 以前是这么艰辛的 眼镜价钱可贵可便宜 一款普通款式的手组眼镜 当时几十元 加到现在几百元 这款比较漂亮 当时也不便宜 随着时代进步 大家可能觉得 送到工厂做可能质素好些 旧式手组眼镜店 买少见少 眼镜是生活的必需品 但就经常被忽略 没了它走路也会跌倒 本地的手组眼镜师傅 帮我们看清楚前路 但就看不清楚自己 是麦斯文图 我们来看天气 今天天色不错 我们先看分区 大家好,我是星雲图 一部偏东气流 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 同时一部云大 正是覆盖着国区 雨漆是多云 有一两阵微雨 吹华湾的偏东风 初时离岸风势清净 指望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 最后两三天会有几阵雨 如今下午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 介乎低至中的水平 1点钟录得的紫外线指数是3 强度属于中等 再看其他城市的天气阅测 天气先看到这里 拜拜 5分钟但是 20分钟 1分钟 3分钟 2分钟 2分钟 1分钟 5分钟 3分钟